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感受到东部反董卓联盟的威胁后 又胁迫汉县帝迁都 把东汉首都从洛阳迁到了长安 董卓这样肆无忌惮的做法 最终给东汉皇朝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复旦大学江鹏老师透过历史发现真相 系列节目 一个傀儡的力量 汉县帝第四级西迁长安 在董卓扶植刘邪登上皇位以后 就是这个汉县帝 他让汉县帝把这个年号改了 改成粗平 听上去好像这个天下粗不太平 这么一个意思 以为呢尘埃已经落定了 但是董卓他错了 这仅仅只是一个混乱的开始 更加糟糕的局面还在后头 为什么会发生更加糟糕的局面 我们以前讲过 董卓立汉县帝这件事情 曾经受到过一个人的反对 谁啊 袁绍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士大夫 袁绍坚决的反对董卓 把这个流便给废掉 然后把流血给立为皇帝 但是呢 迫于董卓武力上的淫威 袁绍反抗无效 所以呢 他自己呢 也只能从洛阳逃走 逃到东部地区 但是 袁绍到了东部地区以后 他并没有闲着 开始积极的联络一些反董卓的势力 到公元190年的年初 袁绍联系了有十几家 愿意一起联合起来 反对董卓的地方实力派人物 在东部地区成立了一个反董卓同盟 大家一致推举 袁绍作为盟主 那么在这个时候 汉宪帝呢 他是掌握在董卓的手里 所以这个反董卓同盟 想取得汉宪帝的支持 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 所以暂时只能由袁绍在这个同盟内部发号施令 袁绍还自说自话的给自己 给这些反董卓的领袖们 丰丰一些官决 那么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实力的 里面包括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像曹操这样的人物 也在这个同盟里面 那么当时的这一批人里面 我们看资资通鉴里面给我们列举了12位这样的实力派人物 其中就包括像袁绍啊曹操啊 以后在这个后面的这个东汉末年和三国的历史当中 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 那么这些人 每个人为了反对董卓都招募了一支几万人的军队 十几个领袖 那么加起来就是几十万的军队 声势非常浩大 而且呢各自都占据了战略要地 准备统一步伐讨伐总座 比如说包括曹操在内的七位领袖人物 就把他们的军队啊囤住在酸藻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洛阳东北角150公里左右 还有一支部队由袁绍的弟弟元树率领 囤住在洛阳以南的鲁阳地区 鲁阳这个地方啊 我们看地图上的直线距离 离洛阳110公里左右 那么大家看这两支部队啊 一支是由曹操啊和其他的一些领袖人物率领 在洛阳的东北角 一支由袁绍的弟弟元树率领 在洛阳的南面 那么这两支部队加起来人数啊 不下于几十万 随时有可能对洛阳形成一个前世包围 对于董作来说形势是非常危机的 而且袁绍本人坐镇河内 还派了人留守河北大后方 负责运输军用物资和粮草等等 那么整个的反董作同盟的战略部署 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密 非常的严谨的 这个形式对董作来说非常不利 那么面对这个局面 董作心里当然是非常打鼓 如何应对 那董作要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董作他怎么来应对这个局面呢 我们知道董作他是哪里人 他是甘肃临陶人 常年驻守在国家的西北边陲 所以他部队里面很多人呢 都是西部或者是西北地区的人 甚至包括了不小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口 这是董作整个部队构成的这么一个结构 董作来洛阳的时候 并没有把他的军队全部拉过来 只是带了一部分人过来 所以他还有大量的军队囤住在西北边际 所以西北还是他的大根据地 那么现在在东部地区出现了这么一个反董作同盟 声势非常浩大 董作为了暂避他们的锋芒 就想出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要把首都迁到长安去 长安离他的西北根据地非常近 便于他控制形势 一方面也是暂避东部反董作同盟的锋芒 当然董作不会一个人走 他还是要把汉仙帝牢牢地拽在自己的手里 要挟持整个朝廷一起走 那么这就是一个功臣非常浩大的这么一个事情 要做这么一件事情 肯定会面临不少的反对意见 董作就在一些朝堂会议上和一些高级官员的会晤当中 表达了这个意见 说他想把首都迁走 迁到长安去 我们知道董作要迁都 他的真实的目的 一个是为了暂避东部同盟的锋芒 另外一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 便于自己更加便利地掌握这个朝廷 挟持这个朝廷 但是董作他不会这么说 他不会说为了我自己把首都牵走 董作就借助当时一部神学政治著作 在这部著作里面讲了这么一个理论 这个著作里面讲了一个什么理论呢 他说刘邦在长安建都立国 传了十一代 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历史上的西汉 刘秀在洛阳建都立国 传到这时候也是第十一代了 这就是我们知道的东汉 那么董作他说 按照循环往复的规律 现在是时候把首都迁回到长安去了 这个说法不仅我们今天的人听上去非常的荒诞 不科学 即便是在那个时候 也是很多人不相信这套说法的 根本没有任何的依据 在东汉那个时候 类似于这样的宣传神秘主义色彩的政治理论著作 有很多人他是不相信的 董作提出这个说法 不见得是他真正的相信这么一个理论 说你这儿传了十一代了 那儿传了十一代了 现在得把他这个首都给迁回去 不见得真正是相信这个说法 他只是把这个理由给抛出来 为这个迁都寻找一个理由 而且董作他为了加强这个说法的权威性 公开的宣称 对别人说 说这是汉宪帝的主张 汉宪帝主张要迁都 那么大家一听都知道 这肯定是董作的谎言 当时的汉宪帝才十岁左右 他怎么会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呢 而且是掌握在这个人 他是掌握在董作手里 那么当然汉宪帝在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能力能够站出来 公开发表声明来反抗这个董作 汉宪帝这个时候也没有这个能力 对于这一点 很多大臣看得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对于董作提出的 要迁都这么一个建议 当时这些地位比较高的 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些大臣们 又是什么看法 这些大臣们基本上都反对迁都 比如说当时非常有代表性的 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一位官员 司徒杨彪 他就提出来 说什么传了十一代就要迁都 这么荒诞要挟的理论 怎么能够相信他呢 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让这个天下安定 要让老百姓安稳 尤其是现在这个汉宪帝刚刚登基 极其需要一个安定的局面 虽然这个汉宪帝是董作扶持上来的 但是杨彪呢 他还是承认 说这个汉宪帝是一个非常聪明 非常盛名的这么一个皇帝 但如果你现在把这个天下给搅乱了 再盛名再聪明的皇帝有什么用呢 所以杨彪他就说 天下动之圣意 安之甚难 治理国家社会啊 你要让它动荡 那是很容易的 你要让它安定 确实是件很难的事情 更何况这些年来啊 整个东汉国家都处于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 如果你还接着折腾 还是迁都这么一个大折腾 引起老百姓的恐慌 引起极大的混乱 那么这个就会让国家安定这个目标啊 去得更远 更变得遥遥不可期 所以大家看杨彪他提出来的这个看法 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 但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董作呢 这个人呢 一方面他是非常粗鲁 对于治理国家的这些认识啊 是非常肤浅的 另一方面 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 想把首都迁到离自己根据地近的地方 便于自己控制这个朝政 所以他一意孤心非要迁都不可 他就跟这个杨彪说 你不就是怕那些老百姓造成混乱 引起他们的恐慌吗 总之说这些老百姓 小老百姓何足挂齿啊 我让我的军队驱赶着这些人 这些老百姓 就算就算是让他们去跳海 他们敢不听从吗 认为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这就是典型的像董作这一类 独夫名贼啊 这个粗鲁而粗浅的 治理国家这个方面的认识 董作啊 他还是执意要迁都 把几位反对迁都的大臣给罢免了 酒鬼老坛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董卓为了一己之私 坚持把东汉的首都从洛阳迁到长安 这对汉县地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百家讲汉正在播出 董卓一方面为了避开以袁绍为盟主的东部环朵国联盟 另一方面也为了更好地控制汉县地 他不顾群臣反对 一意孤行 坚持迁都的主张 把汉县地从洛阳挟持到了长安 那么董卓迁都这件事情 对汉县地本人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站在汉县地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 这件事至少给汉县地造成了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首先第一个 进一步动摇了东汉政权的统治基础 甚至于直接瓦解了东汉国家 为汉县地日后改善统治增加了难度 这是第一个负面影响 第二个负面效果 加深了东部地区 一些实力派人物和汉县地之间的对立 我们首先来讲第一点 为什么说这次迁都 为汉县地改善统治增加了难度 进一步动摇了东汉政权的基础 我们知道整个东汉王朝将近两百年的统治 它的中心在哪里 一直是在洛阳 所以整个官僚机构管理系统 整个的管理机制都是以洛阳为中心 进行设置的 你现在一下子把首都迁到长安 在长安所有的管理系统都是缺乏的 除了便于懂作个人通过控制汉县地 控制整个政局以外 其他的管理系统指挥系统在长安 它是缺乏的 所以长安地区它跟广大的整个国家的东部地区 南部地区它是脱节的 在这种情况下面 如果你要坐证长安达到指挥天下的这个目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 曹操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评论 曹操他怎么说 他说 相时董卓以王室聚旧经 东相以临天下 虽以无道行之 有足为患 经焚烧宫室 结迁天子 海内震动 不知所惠 曹操他说 如果董卓能够占据洛阳 以洛阳为根据地 通过控制汉先帝 依障汉先帝的权威 和整个成熟的中央统治机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哪怕董卓他做的很多事情 他是不符合道义的 但是这种做法 这个力量本身是可怕的 但是现在董卓放弃了洛阳 把首都迁到遥远的长安 使得整个朝廷 他脱离了原来这么一个成熟的管理机制 那么这个时候的首都 这个时候的长安 这个时候的中央政府 他就变成什么 他就变成一个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没有灵活健全的统治机构 统治系统 没有一个指挥系统 这就不足为患了 就像一个去掉爪牙的老虎 而且董卓这件事情 造成人心惶惶 人心震动 那么我们这次讲 从一个方面来看 迁都这件事情 伤害了汉先帝的统治基础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方面 董卓迁都它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东部 反董卓同盟 正好成立的时候 那么东部地区这十几位诸侯 相互之间 他们的实力虽然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每一个人 他都是在地方上能够呼风唤雨 号召一方的人物 都是有一些实力的 每个人手里有一支几万人的军队 当董卓和汉先帝还在洛阳的时候 这些人以消灭董卓为共同目的 可以团结在这样一个旗帜下面 而且汉先帝即便是被董卓挟持 但他毕竟人是在洛阳 所以东部同盟 他想取得跟汉先帝之间的联系 还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好了 现在董卓挟持着汉先帝 把首都一迁到长安去了 董卓不在了 那么这些人的斗争目标也就失去了 而且离汉先帝更远了 更彻底的失去了跟汉先帝的联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原来是以反董作为共同目标的 这十几位实地派人物 在失去共同的斗争目标之后 就开始进入一个相互之间 你争我斗的阶段 东部的反董卓同盟 内部开始分裂了 由于这个斗争目标的失去 当时有一位有识之士就曾经指出过 他说 随着汉先帝和朝廷的迁徙 这个同盟内部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进入一个外托义兵 内途相灭的阶段 打的都是扶持朝廷 这个康复汉士的这个旗号 实际上呢 相互吞并 争夺地盘 那么这就为后来整个东汉国家的四分五裂 埋下了祸根 整个国家不仅仅是混乱了 而且是走向一个分裂 有这么一个趋势 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情况 迁徒这个事情 对于当时的东汉的统治基础的破坏 是非常严重的 韩建帝被挟持到长安 不是他自己的想法 而是身不由己 那么江鹏老师为什么说 这会加深 他和东部实力派人物的对立呢 百家奖谈正在播出 董卓把东汉的首都从洛阳迁到长安 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的做法进一步动摇了东汉的统治基础 而江鹏老师指出 汉县地迁徒实际上也加深了他和东部实力派人物的对立 我们知道汉县地的所有做法都是身不由己 那么在迁徒这件事情上 东部实力派人物为什么会加深和汉县地的对立呢 请继续收看 汉县地被董卓挟持到长安之后 史书上有这么一段话 这里的朝廷指的就是汉县地 在当时的文献里面 用朝廷或者国家来指代皇帝这个人 这是常见的用法 那么这段话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东部的一些实力派人物一些将领啊 他们就是产生了这么一种疑虑 年龄非常幼小的 十岁左右的这个汉县地被董卓挟持的 到了非常遥远的长安 关山阻隔音讯不通 即便是汉县地被董卓给害死了 他们在东部也都不知道 这个疑虑非常重 而这个疑虑呢恰恰又被一个野心家给利用了 谁呀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反动作同盟的这位盟主 袁绍 袁绍就利用大家的这种疑虑 联合了一部分人提出了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呀 要在东部地区另立皇帝 表示不承认汉县地 前面跟大家介绍过 利汉县地这件事情 袁绍本来就不同意 正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才和董卓闹翻 才来到东部地区 才成立了这个反董卓势力同盟 那么现在他是这个同盟的盟主 表面上看 这是袁绍和董卓之间的矛盾 那么这个矛盾 也不可避免的 使袁绍和汉县地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深的隔阂 当汉县地还在洛阳的时候 袁绍虽然心里有不满 认为他是董卓扶持起来的一个傀儡 但是呢 还不敢公开的打出旗号 反对汉县地 现在董卓把汉县地劫持到了遥远的长安 造成人心惶惶正好给了袁绍一个机会 给了袁绍一个否定汉县地的机会 为了达到否定汉县地 另立皇帝的目的 袁绍甚至于不惜散播谣言 重伤汉县地 那么这个 袁绍他散播的是什么谣言呢 袁绍就跟人说 汉县地这个人不是皇家血脉 不是汉县地的儿子 希望通过这样的谣言 来否定汉县地皇位的合法性 为另立皇帝铺平道理 袁绍在给他的弟弟袁树 写过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面 袁绍说 今西名有右军 无血脉之属 公卿以下皆媚师作 安可复兴 东立圣君 太平可计 如何有意义 袁绍说 现在西面 名义上是有一位年幼的君主 当然就是指在长安的汉县地 但是这个 是不知道 是董卓从哪里弄来的这么一个傀儡 这个人 他说 他认为根本不是皇家的血脉 根本不是汉 汉县地的儿子 而公卿大臣以下呢 都是这个对董卓 惨媚 那么西边这个朝廷 还有什么信誉可言呢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东部另立一位明军 另立一位圣军 打起这个汉朝的旗帜 那么在这个旗帜下面 我们重新整顿汉朝江山 重新整顿政治 对于这点 你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这是袁绍的一个看法 袁绍跟他弟弟的 这个袁述的姓里面这么讲 那么袁绍他们提出来 想推出来取代汉县地的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名字叫刘渝 也是刘氏的一位中青 他不仅是皇亲 而且呢 当时他还担任着幽州牧这个职务 刘渝这个人在担任幽州牧时期 能够跟百姓同甘共苦 一起建设幽州 表现出了非凡的个人能力和品德 所以在百姓当中口碑很好 赢得老百姓的爱戴 那么袁绍把这个人推举出来 应该说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但是袁绍另立皇帝这件事情啊 立刘渝这件事情最后还是没做成 这个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刘渝自己不同意 袁绍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刘渝 转达了他们想拥立他为帝的这么一个想法 刘渝就对这个使者说 租军各据周郡一共努力尽兴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构无焉 刘渝非常生气听到这个说法 他就说 袁绍啊你们这些人啊 每个人啊占据着一方水土 应该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尽兴竭力的效忠王室 你们怎么可以想出这么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呢 而且还要把我扯进去 让我来参与你们的这个逆谋 坚决不肯干 刘渝最后表示 说你们如果要逼着我跟汉贤帝对抗的话 那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我就跑到匈奴去流亡 让你们这个 没有办法找到我 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那么既然刘渝啊 态度这么坚决 而且呢 在这个反董卓同盟内部 也有不少人 对袁绍的这个做法持有意义 比如说曹操 这些人呢 也是反对袁绍要另立皇帝 那么最后 袁绍这个事情呢 没有做成 但是这件事情虽然没有成 他的影响却在 通过这么一件事情 袁绍和汉贤帝之间的矛盾啊 就可以说是公开化了 公开的暴露在大家面前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一点深刻的影响到了后来历史发展的进程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关渡之战 大家都认为关渡之战是曹操和袁绍之间的战争 其实这个看法 不够深刻 关渡之战之所以发生 这个跟曹操背后的汉贤帝 关系是非常大的 这个矛盾 如果要深挖 就得挖到汉贤帝跟袁绍之间啊 这么一段恩怨 而且袁绍他因为是反动作同盟的盟主啊 所以他的这个看法 对汉贤帝的这个态度 虽然遭到了反对 但是也很深刻的影响到了一部分人 比如说后来占据荆州的刘表 大家看三国对刘表这个人也不会陌生 也是大名鼎鼎的一个人物 刘表这个人物 他后来对于汉贤帝的看法 就深受袁绍的影响 在袁绍和汉贤帝之间的这个矛盾之间啊 刘表啊 他是倾向于这个袁绍 对汉贤帝怀有一定程度的敌意 那所以我们看 因为董卓挟持了汉贤帝 董卓把汉贤帝迁到了长安 由于董卓的存在 其实也造成了那些反对董卓的人 有一种反对汉贤帝的倾向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这次迁都其实是加深了 汉贤帝和东部群雄之间的对立 此时的汉贤帝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傀儡天子 在迁都的问题上 他是身不由己的 由此带来的东部群雄和汉贤帝的对立事实 他也无法改变 而东部反董卓联盟的盟主袁绍 甚至公开散布谣言 声称汉贤帝不是皇家血脉 在这种独立的局面下 已经是傀儡天子的汉贤帝 他会做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到 袁绍为了否定汉贤帝这个皇位的合法性 传布了一个谣言 关于汉贤帝的身世 说他不是汉贤帝的儿子 不是皇家血脉 那么面对这个谣言 汉贤帝他有没有辟谣 我认为是有的 而且这个辟谣的手段非常高明 我们先来看 这些人说汉贤帝不是汉贤帝的儿子 这个谣言他是怎么起来的 我们把这个事情仔细捋一遍 你会发现这个谣言 它是有一个起因 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遥远的起因在哪里 最初大家对于汉贤帝身份的怀疑 是因为不时母事所出 很多人不知道汉贤帝的母亲是谁 大家注意 这个怀疑落脚点在哪里 是在汉贤帝的母亲 关于汉贤帝的母亲 我们以前向大家介绍过 姓王 王美人 在汉贤帝的后宫当中身份比较卑微 而且刚生下汉贤帝不久 就被和皇后迫害而死 所以汉贤帝 他也是从小不知道自己母亲长什么样 小时候 一小就是由他的奶奶董太后 养大成人 所以汉贤帝从小被人文称为董侯 因为是由他的奶奶董太后抚养长大的 那么外界的这些人 只知道汉贤帝被称为董侯 是由董太后养大的 关于这个汉贤帝具体的身世 关于这个汉贤帝的母亲是谁 这一些恭敬秘文 外面的人不知道 了解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知道的 哪一点 就这个汉贤帝 他不是皇后所生的儿子 不是皇后生养的儿子 身份不够贵重 所以你继承这个皇位是不是合理 就有人怀疑 我们有一句话叫 直以母贵 这个话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在这个皇宫的皇子当中 皇后所生养的儿子 身份是最贵重的 是属于嫡子 在考虑皇位继承的时候 应该优先考虑他们 而其他的皇子 也应该根据他们母亲的身份贵贱来排序 而汉贤帝的母亲王美人 因为地位卑微到不为外人所知 所以给大家留下一个疑问 觉得汉贤帝有没有资格来继承这个皇位 这是一开始大家质疑汉贤帝的一个基点 但是这个事情传着传着它就变味了 从一开始怀疑汉贤帝的母亲到最后变成什么 到最后变成怀疑他的父亲了 开始抛出说他不是汉贤帝的儿子这样的话 很显然他就是像袁绍这一类人物 为了达到否定汉贤帝另立皇帝这么一个目的 利用了大家对汉贤帝母亲的怀疑 进行添油加醋 把他变成一个怀疑他父亲是谁的谣言 所以这个事情它是有一个起因有一个变化的 我们一看就知道 肯定是有像袁绍这样的人在中间 起到了散布谣言 改造谣言散布谣言的作用 我们刚才说后来这个袁绍另立皇帝的这个企图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这个关于汉贤帝绅士自弥的这个谣言 在很长的时间内有所流传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该怎么辟谣 大家别看汉贤帝年龄小 这个应对是非常有水平的 谣言的克星就是真相 真相是谣言唯一的克星 既然这个谣言的起因 最初是因为大家不知道 不了解汉贤帝的母亲具体的情况 因此而起 所以让大家了解 知道自己的母亲是怎样一个情况 就是破除这个谣言的关键所在 那汉贤帝怎么做呢 汉贤帝他不是正面的去做宣传 说向大家介绍我的母亲怎样怎样怎样 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做法 而是非常巧妙的利用了其他一些事件 从侧面来达到这个目的 手法是非常高明的 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 每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汉贤帝开始寻找他母亲的家人 找到了他母亲的亲哥哥 那么对汉贤帝来说就是舅舅了 汉贤帝把舅舅接到长安 当时他已经在长安了 赐给他的舅舅田宅 封他舅舅官爵 那么我们说皇帝认亲这件事情 也是非常平常的 以前很多皇帝也干过 但是汉贤帝做这件事情 意味就比较深长 一开始大家都不了解 都不知道汉贤帝母亲是谁 他母亲什么情况 那么通过汉贤帝认舅舅认亲这么一件事情 和他母亲相关的一些话题 就逐渐的逐渐的进入大家的视野了 但这还不是关键的 关键是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94年 也就是汉贤帝14岁的那一年 古人婚嫁年龄比较早 尤其是皇帝承担着繁衍后世 他得让后世来继承这个皇位 有繁重的繁衍后世的任务 所以古代皇帝十四五岁的时候 立后宫这也是常见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 汉贤帝14岁这一年就有官员奏议 他是请求要为汉贤帝立掌丘宫 东汉的掌丘宫是皇后居住的宫殿 意思就是说要为汉贤帝选皇后 但是这件事情被汉贤帝拒绝了 汉贤帝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皇帝宰造为主 何忍言后宫之选乎 汉贤帝说自己的母亲还没有好好地得到安葬 这个时候怎么忍心来谈选后宫 立后宫这件事呢 汉贤帝这个话是有潜台词的 为什么 我们知道汉贤帝的母亲 原来在汉林帝的后宫当中非常卑微 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所以当时的葬礼一定是非常简陋的 那么趁这个机会 汉贤帝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我们前面讲 有一个叫子以母贵的说法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母以子贵 儿子现在是皇帝了 那么他的母亲 不管以前身份如何卑微 都应该享受和这个儿子的身份相匹配的荣誉 官员们一听汉贤帝这么一个说法 马上动手做了两件事情 两件事情 第一个 在汉林帝的陵墓旁边 另外起了一座文昭陵 把汉贤帝的母亲改葬到这里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追认汉贤帝的母亲为陵怀皇后 因为汉贤帝的原因 追认汉贤帝的母亲是汉林帝的皇后 陵怀皇后 那么我们看这件事情 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为 汉贤帝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惦念着他的母亲 要尽孝道 在母亲没有得到好好安葬之前 自己不敢立后宫 这是一方面的理解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 他有另外一方面的功效 什么功效 政治上的功效 这次事件 有力的回击了汉贤帝 绅士之谜的谣言 朝廷改葬 追论汉贤帝的母亲 那么汉贤帝的母亲 这个事情就逐渐逐渐的 给大家所认知 大家逐步逐步的知道 原来汉贤帝的母亲 身份虽然低微 但是呢 的确是汉林帝后宫的一个美人 那么现在朝廷出面 对他进行了改葬 对他进行了封证 承认了他的地位 那么这件事情 让人们知道之后 那么关于汉贤帝的身世之谜 也就不攻自破了 他的母亲是谁 大家了解的一清二楚 那么至于后来的 因为怀疑他的母亲 然后呢 加油添出的怀疑到他的父亲 这些无根之谈 也就被熄灭了 所以说是非常高明的一个手法 从这件事情里面 我们既看到了汉贤帝这个人 他的孝道 旅行孝道 替母亲赠名 替母亲争名分 另外 也看到了汉贤帝的政治智慧 为自己 用这么一个巧妙的方法 为自己披了腰 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一举多得 那么生世谣言 对于汉贤帝早年的成长经历来说 只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在日后的长远的岁月里面 汉贤帝还要经历很多的磨难 那么具体还有哪些事情 值得我们具体分析 请听下一讲 谢谢